接着来第二层 四班千八 先看重化马线 有三只 六号 八号 九号 当中有些马都曾经出过赛 看一个状态指数表 178 12都见是挺好的 配备转变是翡翠鹿 今次又除了眼罩 神操有很多配件 甲丸除了面裤 至于预风超映 又再加多一样 给它一个鼻孔 相反动力飞鹰 就全部四样配备都拆了 这一货就今早出跳 翡翠鹿继续都是 靠叉被鼓 防沙罩 头罩 马令机都有 走上来都挺轻松的 但这些马我都觉得 列入了有些失准的马 好像都有一些难发挥 其实货货都一样 这只程翠 都慢慢松回它 都走得算OK 又是这样的年纪 它是延迟加报名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状态 慢慢推得都挺有水准 还配合落斑 这只甲丸 它亦都是一些比较质身的马 有些像水战龟 但是它上次转战田草就不行 但是谷草这边是它的主场 所以这么成年的马 怎么都应该好过程翠的 好 预风超影了 两货跳呢 近来都用了这个配备的了 头罩 鼻孔 扎尼 那个左腕 你看到都 就是希望就跑的时候 江口流放得好些 施出风跑得好过的 这只动力飞鹰 都是已经 货货都差不多了 大支跳过 已经是没什么转变了 是明显有些退步的马 还有被动 谷草始终太后 都是吃底的 是不是立了 成就脱掉了 希望快点 雷公坐卖变 及时行到外面 及时行到后避来的 都是刚好些 雷公坐 都好像没了一阵火 新界之星反而这些 继续都 虽然出赛 他不是说常常都交到 但是早上 他就相当之活弱的 那落草地也都顶到行 那些女助手都扣得很紧 他都很肯走 好 荣冠大道 其实有些马都跑得密的 雷公坐上次隔七日跑 荣冠大道上次都是隔七日跑 不过今次上重发 回了四个礼拜才再回来 就真是很活跃 那只马 好了 见到荣华 今次就换人 容亚田泰安 重发集来的 10月29日 五只马士 这组集的水准都较低一点 因为很多马 其实近期我都见 重发的集都是一些 偏长路的马士 所以有时的时间都挺慢的 荣华在中间 就是淺男母那只 入到直路都开始有些 拍下只马 仰两步 因为它均速 所以你见它又没有追 但是它又没有退 但它又没有退 骑来骑去都是那些位 那这些有少少 都是一些问题的马 看看大家喜不喜欢 荣华 那都是一些 硬 均速一些 步步纏 要被马找山位 那不是在那儿听 在那儿等那些马 我觉得就是 那已经都准备得挺好的 这些都是 看着它明显开始上力 那只马跳起上来 有一些口径 因为神操梁家俊 跳马很多时候 都是很放松 令到那些马很黏 但是这只马 那些马跳起上去 感觉上都开始来了 其实上次赛前的大闸也好 不过就 这些脚发跑谷操 卖便靓紫荆 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它不是差 就算上次赛前 我都觉得它不差 因为通常这只马 拍草地一摸 就收工了 不过这些就是神神怪怪 你就要看看缘分 看完这只双折棍 增程跑千八 落脚都越来越慢 比较柔身一点 不是十分起眼的 来到第二场 四班跑千八米 这一组其实都颇为难的 首先我之前都说 比如你中下班 那些千八米 有时那些马上变 都不是那么容易变得 有些马可能会觉得慢 那些骑士会走的 但有时用了 早踩了回来 就卖不到尾 你不是那些高班马 你做不到 那你看上去 有几只都是一些 好像有些 不是很稳定的 比如你遇风超营 这些马 我觉得它是赢过 但是你好像觉得 它很难交回赢马的水准 神糟又配备 加下又多一样 加下又多一样 我自己都觉得 跟翡翠鹿就差不多了 翡翠鹿 早上带到整头都晚的 不是说它们不赢 不懂赢 只不过不稳定那时 所以感觉上似乎 甲苑好像好些 起码谷草能手 而且它一定会接近 这些马 都要打打打这组马 够不够马放 这个 我觉得都要想 走的 都要想 都要想 有风超营 那看看它到时 那个捕捉形势 它会流到怎么样 那匹翠鹿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些马 除了靠叉秘枯 因为它本身 已经都是一些 古古怪怪的 一脱口 你不跑 就是靠紫荊 突然之间 它心情靠起来 它可以跑得很好 这些纯粹 真是跑心情的马 雷工作不够火的 另外 雙折棍 还搞什么 甲丸 这些 雙折棍 你看到它逐步加乘 这些马 似乎是还适合它跑 过来谷草都没问题 之前那些 不行的 不要理它 那时候那只马都 上程 没试过 就要有合理的赔率 计划第一名 到时再计 第二场赛事 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